2023年4月26号 发明通最新一期最受期待游戏排行榜 让我们一起看看都有哪些 TOP10 玛丽的炼金工坊重制版 萨尔伯格的炼金数是164票 本作为炼金工坊系列的首部作品的重制版 7月13号登陆PS4 PS5 Steam还有Switch平台 玛丽的炼金工坊为炼金工坊系列作品的第一部作品 于1997年5月23号发售 TOP9 超侦探事件部物语迷宫 180票 小高和刚新作黑暗奇幻推理动作游戏 超侦探事件部物语迷宫 本作将于2023年6月30号登陆Switch平台 丧失记忆的实习侦探优马 与基于某种契约附身在优马身上的小死神 将在一座中年降雨不停的奇异城市中 连昧出手 破解悬案 TOP8 如龙8 239票 采用双主角模式2024年发售 登陆PS5 PS4 Xbox Steam平台 TOP7 Pregmata 244票 跳票的数词说是今年发售 卡普空全新的作品Pregmata 为次世代主机打造的本作 将以厚重的世界观和剧情 描述一个化为恶托邦的近未来月面世界 这会是一款充分发挥次世代几种强大性能的作品 由实时光线追踪呈现的精美画面 与极致的物理运算打造而成 续续如生的写实转现 带来的沉浸感与恶劣环境下的动作要素 将带给你前所未有的游戏体验 TOP6 有个西楼 背后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游戏 我查都查不到 247票 TOP5 最终幻想7 重生 451票 最终幻想7 重生 是继最终幻想7 重制版之后即将推出的第二部作品 预计于2023年冬季发售 描写Cloud一行人脱离米德加之后的第二章 该游戏将还会出现第三章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TOP4 街头霸王6 509票 卡普空开发的格斗游戏作品 将于今年在PS5 PS4 Xbox 还有Steam上登场 TOP3 皮克敏 4 557票 由任天堂制作广受好评的战略游戏 《皮克敏》系列的第四部作品 预计于2023年7月21号发售 登陆Switch平台 游戏中玩家依旧要操作这些可爱的神奇的 被称为皮克敏的神秘生物 许完成一个个欢乐而富有挑战性的任务 TOP2 最终幻想16 880票 2023年6月22号在PS5上登陆 最终幻想系列2016年后第一款真正的新作 制作人极田之术 导演高景浩 设定在中世纪背景的ARPG 主角克莱夫·罗斯菲尔德 作为罗沙利亚大公家的长男出身 却没有觉醒成为菲尼克斯的使忆者 于是克莱夫着手于剑士的修炼 并获得了骑士的称号 将描述克莱夫的幼年时期 青年时期 还有中年时期的一个表现 最终幻想16中 召唤兽系统是本作的一个主题 以巨像这一设定 重构了系列标志性的召唤兽玩法 这些危险的生物寄属于支配者体内 而后者自出生时 便继承了巨像的强大力量 巨像是瓦里斯·泽亚大陆最强大的存在 召唤兽 vs 召唤兽 特别的帅特别的快选这游戏 最终幻想16 TOP2 但是如果你能够做的 那么我可以 与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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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与与与与与与 与与与与与 与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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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 Toku 1 塞尔达传说 王国之类 1002票 2023年5月12号登陆Switch平台 届时我会第一时间直播 王国之类是塞尔达传说系列的第19作 也是塞尔达传说 旷野之息的续作 于2019年6月的任天堂直面会首次公开 玩家操纵林克在海拉鲁王国进行冒险 除了辽阔的海拉鲁大致之外 林克冒险的舞台还将延伸到天空 并且我前面视频说过 还有地底世界的一个探险 目前公开的林克已知的现有能力 导转乾坤 把时光倒流 余料建造 武器素材融合 救济手 能把物体自由组合在一起 通天树可以通过飞升来穿越物体 此外还有可能有更多的新能力 是一款真正意义上的开放世界冒险游戏 走在游戏历史玩法的最前端 任天堂今年的招牌作品 尽管Switch的技能现在看来已经十分雷落 但是王国之类的表现仍然是非常强劲的 它初步展现的实力已经让无数玩家为之心动 不出意外的话 它即便无法超越旷野之心 也能达到接近的高度 通过游戏欣赏的优势再一次圈粉 兄弟们这个不用我多说了吧 吹都吹不动了 咱们5月12号见 异度神界3的地游戏先玩一下 感谢各位的收看 喜欢视频记得支持点赞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